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墩字,墩厚的墩。 墩字的国语读音是墩,一声墩,得温墩,一声墩。 墩字的读音,各种词书所收录的并不一致,最多的竟然有九种之多。 下面就要为您介绍几种较为常见的读法。 墩字具有厚实、和睦、勉力、羞耻、诚意、封亲等各种意义, 如敦亲牧林、敦品力学、敦请、敦厚等等。 敦也是我国的姓氏之一,据说是秦文宫时、始敦之后。 墩字的第二个读音是堆,国语读音是得温堆,一声堆。 堆是催促的意思,诗经被封北门,王室堆我,正是依提为我。 意思是说,帝王家的事正催促着我来办。 由于敦字做催促、催破等解释时,应读堆,所以堆促一词,一般人都读成敦促,这是不对的。 敦字的第三个读音是屯,国语读音是特文屯,二声屯。 屯是当聚集在一起讲,又可做殿后讲,都是在古文里才用得到。 如诗经大雅有,屯笔行为,牛羊物贱旅。 但用在地名时,也应念屯,如屯黄是县名,在甘肃省,境内有雷音寺千佛洞。 藏有各种佛像,及唐代人,手写经典,及其他艺术品。 被发现在清光绪庄年,可惜先后被英国人斯坦因,法国人薄熙和运走不少。 后来经我国政府,园球整理也颇有收获。 囤黄石窟也因此中外痴迷,不过一般人都把它念成敦煌石窟,而不念囤黄石窟。 严格地说,是不对的,但现在都念敦煌石窟,也就约定俗成了。 此外,敦还念顿,我语著音是德问顿四声顿。 顿是模糊含混的样子,如混顿也是这样的混顿。 最后我们用下面的例句来作为您辨别敦字的参考。 敦请台端参观囤黄营展,届时不令堆促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。 谢谢您的收看,再会。